经历八年的筹备和谈判 涵盖东盟十国 再加上中国 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今天在越南签署 这项涵盖了21亿人口经济总量 高达26兆美元 全球规模最大 同时也将改变亚太经济面貌的协定 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 非关税壁垒 建立一个15国统一且自由的贸易市场 15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今天在越南河内正式签订 越南总理阮春福主持第四届协定峰会时形容 这项协定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 他有信心能够重振亚太地区的国际经贸活动 当美专门 要疫情未经 供与随后的过程 这项协定原定有16个国家参与 不过印度担心协议生效后 中国商品大局涌入将会冲击国内经济 于是在去年11月最后关头退出谈判 但大会依然为印度敞开大门 一旦印度改变立场 未来还是有机会加入 这项贸易协定具有强大的象征意义 尽管美国在亚太区域的贸易额达到2兆美元 但美国没有加入RCEP谈判 再加上美国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 反而促成RCEP的推进 而这份协定也被外界视为由中国领导 用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项区域协定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